李家鼎和小子李永豪 還有媳婦Agnes 林宇謙出席活動 一家人相當融洽 只不過另一邊廂最近有報道指 豪仔和媽媽施命關係決裂 事關施命和大子李永漢 都未有出席豪仔在上個月搞的婚禮 因而引起不少揣測 指施命不滿意媳婦年紀大 是高齡產婦的年紀 又說豪仔並沒有邀請媽媽出席婚禮等等 傳言相當多 豪仔這日都有就事件作出回應 這件事就是有一個人傳 都是傳 我都不明白 最重要我剛才都說 我們一家人就知道根本不是這樣的事 那你說有沒有不開心呢 那有的 你始終我家裡 我真的不喜歡家裡被人這樣說 我媽媽沒有出席婚禮 早兩天前她都跟我說了一個原因 我自己都說我們家事 就無謂 免得說來說去 你待會有很多版本 所以其實最冤枉是她 我們做這一行被人說 其實都習慣 但問題是她就慘一點 我安撫了她幾天 因為傳聞說 好像媽媽嫌棄她那件事 直接影響了 那我就是傳 我真的想問傳的人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我們都會笑 所以不要再想說 隨便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最重要我們知道不是就OK OK 你今天怎麼樣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意見 口是你不理到 你說怎麼寫怎麼說 我都沒得說 好像阿爺廚房 或者其他公司的東西 有些說好吃 有些說是這樣的 不好吃 那怎麼辦 你打人嗎 對 有些特地反過來說 是 是不是 這些是傳聞就傳聞 是 不說不理 好像豪仔華 就是自己家裡吃 自己知道什麼 對 說一些開心事 鼎爺這天在活動上 就教授大家煮兩尾 來自台灣 同樣是煮得知人的 Agnes和豪仔都有幫忙 而現實生活中 鼎爺和Agnes 都有煮一下拿手菜式 給大家品嘗 其實你們會否現在 可能定時定後 都一起在家庭下 例如一起煮一下 吃飯 有 整天都有 整天都有 吃的時候 就發了一瘋 就是說 我這個這樣就好一點 另外那個又這樣一點 大家說出來 拿個中心去研究 想個東西好 是 這個世界哪有完美的 豪仔細 感覺到他們那些火花 有的 有火花 有時他不會明白 香港有一些我們自己的文化 奇怪 我說不奇怪 我們遲些就知道 香港有一些吃法是這樣的 他會說 這個我沒吃過 或者吃了 我吃了幾十年 吃了台灣那種味道 在鼎爺這位高手面前 Agnes當然都有偷下絲 他都說學到很多東西 你有沒有真的在鼎爺身上學習了很多 很多很多 但是你一時間讓我收 我真的也收不出來 因為它太難了 但是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做菜的時候 你會想起來 噢 他曾經說過什麼 對 所以你們覺得這件的火花有嗎 我覺得與其說火花 我覺得是很多愛心 對 所以 阿爺第一份禮物送給他 就是一套很漂亮的刀 他到現在都不捨得用 不捨得用 而且不敢用 那套東西很厲害 但是他不敢用 他拿過一把去切 哇 好厲害 那套東西很貴的 那套東西很貴 很貴 西餐的 嗯 真的是那些 即是放進去 就開了 但是他不敢用怎麼辦 不 慢慢的 就這樣了 沒得用 他自然會用的 有空就收拾他 但是他就收拾他 那邊就行了 沒錯